英国王室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而最近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之间的纷争更是引发了广泛热议。 据专家透露,威廉王子对于哈里王子缺席王室圣诞庆祝活动并未流泪,表明他一心寻求和解,但兄弟间的裂痕仍未愈合。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11月19日,英媒报道,王室专家珍妮,邦德声称,哈里王子缺席王室圣诞庆祝活动不会让威廉王子流泪,他认为威尔是亲王,还不能原谅他的兄弟。 这位专家表示,威廉王子不会因为与弟弟哈里王子没有和解而流泪。 威廉王子不会为哈里王子流泪,因为他一心想和解,但不会原谅哈里。 邦德在接受太阳报采访时谈到了即将到来的王室圣诞节庆祝活动,他说,圣诞节就是一家人,在一起,一起欢笑,分享礼物和爱。 有时候,这是一年中唯一一次全家聚在一起进行适当的聚会,所以哈里王子缺席桑德林汉姆的庆祝活动将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认为威廉会为此流泪,在内心深处,我相信他仍然爱哈里,但我不认为他能找到摆脱他们之间裂痕的方法。 然而,和解不等同于原谅,成年人的世界,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任,要为自己犯过的错误付出代价。 多年来,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一直是英国王室的明星成员,他们的成长和婚姻都备受瞩目。 然而,自哈里王子与梅根结婚后,两位王子的关系似乎逐渐产生裂痕。 这一裂痕,在哈里王子缺席王室圣诞庆祝活动时更加明显。 对于威廉王子而言,圣诞节是家庭团聚的时刻,是亲情和有爱的象征。 然而,哈里王子的缺席使得这个重要的家庭聚会显得不完整。 据珍妮·邦德分析,威廉王子并未因此流泪,不是因为他不在乎, 而是因为他更加关注如何胸父与弟弟的关系,实现真正的和解。 不过,威廉王子的和解之路并不容易。 哈里王子在回忆录被他爱中的一些言论激怒了王室成员, 进一步加剧了兄弟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言论被认为是背叛家庭的行为,让威廉王子感到愤怒和难以释怀。 在这一背景下,威廉王子对和解的追求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王室的一员,他不仅需要维护家族的荣誉和形象, 更需要承担起家庭和睦的责任。 因此,即使面对哈里王子的缺席和争议言论, 威廉王子仍然保持着冷静和理智,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英国王室内部的纷争定非简单的家庭矛盾。 它涉及到王室传统、公众期望以及媒体关注等多个方面。 因此,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之间的和解不仅需要双方的努力, 还需要王室成员、公众和媒体的共同支持和理解。 在未来,我们期待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能够以开放的心态、 坦诚的沟通,共同为家族和睦而努力。 同时,我们也希望媒体和公众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理解, 让他们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解决问题,重拾兄弟情谊。 毕竟,家庭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而和解则是家庭和睦的基石。 对于英国王室而言, 维护家庭和睦就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其实,自从哈里·梅根踏上美国加州的放逐之路后, 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王室纷争的漩涡。 然而,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家庭戏剧和矛盾中, 一些人现在开始怀疑他们的存在是否可能在重要的家庭场合投下阴影。 为了修复与不合的儿子和儿媳的关系, 查尔斯国王试图伸出橄榄枝。 据报道,他甚至邀请他们与其他王室成员一同度过今年的圣诞节在桑德林汉姆庄园。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最明智的举动, 有人认为哈里王子和梅根的持续滑稽行为可能会将传统的王室聚会变成苏赛克斯马戏团。 王室专家李查德·菲茨·威廉姆斯认为, 在完全欢迎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回归王室之前, 查尔斯最好耐心等待一下。 他告诉每日快报,国王一直很明智, 大门一直向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敞开。 如果他们回国,会将王室活动变成一场马戏团。 菲茨·威廉姆斯的看法颇有道理。 自从宣布放弃王室职责以来,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一直受到指责, 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议, 从爆炸性的奥普拉采访到最近梅根在采访中 踢停他作为高级皇室成员的经历, 这对夫妇一直没有隐瞒家庭内部的问题。 可以理解的是, 他们的行为在查尔斯国王深爱的王室内引起了巨大的不满。 尽管哈里王子在最近的英国之行中 试图修复与父亲的关系, 但旧伤仍然深刻。 也许新国王最谨慎的做法是在尘埃落定之前, 暂时不完全接纳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 毕竟, 查尔斯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如圣诞节这样重要的家庭场合中, 再次变成一个苏塞克斯的媒体马戏团, 每个字每个首饰都被热切的媒体解读, 节日庆祝的目的是为了让所爱的人和睦相处, 而不是加剧家庭紧张关系。 菲茨·威廉姆斯认为, 这对搭档似乎刚刚开始改变策略, 因为他们在美国国内的声望不断下降, 揭示了他们战略上的缺陷。 然而, 改变就有的习惯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而梅根最近的一系列采访似乎只是火上浇油。 有人认为, 这只是他在Spotify播客和Netflix节目发布之前 试图提高形象的拙劣公关活动。 当然, 为了保留宝贵的家庭时光, 查尔斯在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参加大型聚会时必须谨慎行事。 逐渐重新引入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到王室可能是最有意义的, 这可以让伤口慢慢愈合, 信任逐步重建。 在经历多年的公众抨击之后, 可以理解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对自己总是被视为反面人物, 一举一动都在显微镜下被仔细审视, 感到有些难以摆脱的担忧。 考虑到这对夫妇最近备受争议的行为, 他们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一年一度的家庭圣诞节仍然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合, 大多数人都希望远离外界的戏剧, 让长期为君主服务的王室工作人员参与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的戏耍是非常不公平的。 查尔斯还必须考虑保护更脆弱的家庭成员, 如卡米拉王后, 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对于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来说, 如果他们所声称的和解愿望是真诚的, 那么表现出耐心和谨慎应该是最低要求。 在建立理解的目标时, 持续的媒体公示只会拨下新的分歧。 一段时间的安静忠诚和与他们以前头衔相称的行为可能会更有助于赢回信任。 也许目前最具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是更小, 更亲密的介绍性聚会, 比如与国王和卡米拉共进午餐。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旧伤的自然愈合, 逐渐扩大互动似乎比过早地将夫妇推回到重要的家庭场合更为明智。 只要各方都表现出诚意, 就一定能找到一个尊重各方需求的妥协方案。 最后, 查尔斯国王面临着一个真正的挑战, 需要平衡家庭关系, 同时保护珍贵的王室传统。 由于情绪仍然高涨, 完全恢复哈里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的王室地位可能会破坏意义重大的特殊场合。 作为温莎王室的首领, 陛下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为所有人谋福利。 只有时间, 谨慎和妥协, 才能确保节日的欢乐, 而不是新的家庭纷争, 成为今年圣诞节的中心舞台。 据说, 哥儿姐急死了。 距离圣诞节还有不到一个月, 三世国王怎么还没发邀请函给他们一家呀? 真的快要急死了。 他安耐不住内心的焦虑, 透过媒体向王室喊话, 我们愿意接受查尔斯国王的邀请回国过圣诞节。 话说,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前曾多次邀请她们带孩子回国度假, 却次次都被拒绝。 当初哥儿姐想利用老人家渴望见曾孙的心来谈条件, 要挟女王。 讲真, 她太高看自家孩子了。 女王有那么多可爱的曾孙辈, 不缺那见不得光的阿琪和莉莉辈。 请你们回来不愿意, 不请你们回来就发狂, 你说这个女人搞不搞笑呢? 现如今, 还有一些人猜测, 阿哈哥儿姐的商业计划受挫了。 而另一些人则表示, 如果阿哈哥儿姐能做到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 让过去的事情过去, 他们还是有可能收到邀请的。 然而, 王室的圣诞计划早已安排好了, 如果此时尚未受到邀请, 基本上就没戏了。 虽然阿哈夫妇与老茶保持着联系, 但国王更有可能会邀请他俩去苏格兰看他, 而威廉和凯特则会留在诺福克郡的安末庄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